作为山东鲁能核心球员的豪俊敏,一直靠着能攻战手的特质,赢得了球迷和媒体认可,为此山东鲁能也是早早跟豪俊敏签订那系约合同。 不出意外这位队魂级强员伟兰将在山东鲁能中了退役,这是让很多球迷都感到非常欣慰的事情,鲁能与中超最强指挥官完成重量级签约球迷,他才是球队急需的人。 豪俊敏在比赛中连续就地拼抢,这让球迷都感受到那些日踢球儒雅的鲁能皮尔洛,已经可以根据球队需要随时化身鲁能夹突锁了。 豪俊敏现在中场防守硬度的增加,对于鲁能攻防的加强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。 豪俊敏在鲁能技战术体系中是非常重要的球员,所以鲁能球迷都对球队跟他玩成高新续约是几双手赞同。 大家都希望豪俊敏未来能够给鲁能球迷带来出色发挥,相信以豪俊敏的发挥是不会让球迷失望的,相信以豪俊敏的能力不会让球迷失望。 作为豪俊敏来说能在比赛中提升主力,并且成为球队和新球员,这些都是靠他的努力,未来豪俊敏除了希望帮鲁能取得好成绩之外,还希望自己能重返国族,相信以豪俊敏的实力不会让球迷失望。